TBS健康生活Tips要带你从日常大小时一起来顾健康 首先要带您看到的是这个国内的疫情状况 这个类鼻居是爆发三例的死亡案例 其中在高雄的增加病例其实是最多的 根据UDN的新闻报道 在凯米台风过后这个类鼻居的疫情 其实在高雄台南还有台中 这三个地方是呈现大爆发的状况 以上个礼拜来说其实就新增了19例 而在高雄其实就有15例 而且导致3人死亡 所以机关署就说现在目前累积本土的这个病例 其实是已经达到了30例 但是确诊数的确有逐渐的下降当中 而以高风险的族群来看 其实里面就包含了慢性病的患者 所以也提醒了如果今天你的这个身上突然出现一些 比如说像是发烧或者是胸痛等症状 就需要来尽数来就医 而刚刚也说其实累积今年已经是37例了 现在只有3人死亡 目前也还有4个人是在加护病房里面急救当中 今天说要带您看到就在搭飞机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飞机耳的状况 也就是呢在这个起飞还有降落的过程中 都觉得耳朵真的超级痛 不过现在也有方法可以解决 根据这个中国时报报导呢 飞机耳的疼痛虽然不一定会很久 但是其实还蛮难熬的 尤其如果今天你受感冒或者是过敏的人 整体的感受程度呢会更加的痛苦 所以专家就建议其实有几个方法可以解决 包含呢在出发之前先找医生或者是去药局购买 可以解除鼻腔冲血状况的药物 而除了买药之外呢也可以准备一些耳塞 来减缓压力变换的速度 而另外如果你今天呢其实是耳眼管正常的人 其实多打几次喝欠或者是吞一吞口水 甚至嚼一嚼口香糖 其实都可以有效的来缓解飞机耳的症状 今天需要带您看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韩国女团 就算呢跳舞或者是夏天 但是他们的妆就是完全没有脱妆 也没有浮粉让很多人很羡慕 都在问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其实根据ET独队新闻报导呢 在YG娱乐旗下呢 有15年化妆经验的这个明星化妆师就透露了 说因为韩国人很喜欢有光泽的妆感 而且不太喜欢用蜜粉 所以如果想要让这个妆感持久的话 而且还要不脱妆 就要正确的来使用定妆喷雾 所以呢他也交战了自己的一些手折 他说首先你可以把这个定妆喷雾 混入粉底液里面 而且要均匀地拍开 最后呢再喷一层的定妆喷雾 另外呢还要用这个喷湿的刀锋刷 或者是呢细节刷来勾勒出眼线 这样全脸的妆容完成之后呢 还有一步哦就是要用X或者是这个T字形的喷来喷定妆喷雾 来做好全脸的定妆 话中师也说只要透过呢这几个小步骤呢 其实就不用怕你今天流很多汗或者是高温 因为呢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阻止浮粉或者是脱妆的状况 除了爱美女性都在呢讲说到底怎么样才不会脱妆之外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当然就是希望可以抗老 但是要告诉您现在用吃的也可以动磷 甚至还可以来保持活力 根据一体图的报道呢 其实营养师董文翠就指出了 想要延缓老化呢就有几个食物 其实还不错你可以多吃 包含了蓝莓 坚果 绿茶 番茄 以及这个深色的蔬菜 这五种都被称为是抗老的食物 原因就是如果今天是蓝莓跟番茄 其实里面的抗氧化剂就可以来保护皮肤 而如果是坚果 里面呢包含这个Omega 3 其实有益心脑血管 而以绿茶来说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茶多酚 还有绿色蔬菜里面的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 其实都可以来维持这个肌肤的年轻 以及身体的活力 而营养师就说了 其实如果是透过用吃的 这种饮食内调的方法 可以呢更有效的达到动磷 还有健康的目标 最后要带您看到 除了这个动磷有食物可以吃之外 现在也需要来好好的来补充身体了 因为二十四节气中的日秋刚过 虽然天气还是很炎热 但是这个秋早其实马上就来了 所以根据这个联合报的报导 其实综医师就强调 现在这个时节是不太适合纵然温补 如果要进补 是可以选择所谓的凉补或是平补 刚刚说那两种的方式呢 其实就可以透过食用蜂蜜 或者是木耳 莲子 百合等食材 另外在日常的饮水中 也有一些小配包 你可以加入一些小量的枸杞 档生或者是黄芹等食材 可以呢氧气同时又可以来故味 不过他也提醒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突然的灌冰水 或者是呢在冷气房里面 喝一些很热的水 其实呢这样呢对身体呢 都是呢有害的 而且他就建议这时候 其实水果你也可以多吃一些 像是苹果啊或是奇异果等水果 来避免突然进步让身体上火 否则很容易就会出现 慢性粘膜发炎等症状 以上就是为你掌握到 最及时的健康议题提供您做参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